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他要来这儿 什么时候到啊 不是 你怎么还没有我呀 上班的时候接电话不大好吧 给谁打电话呢 我看看 没谁 你抢什么抢 我还没说完呢 作为你的保险代理人 我不得不多说几句啊 我看到过好多起理赔的案子 都是在上班的时候接电话出的事 你要是在我面前出事 那我该多担心啊 这疯人是谁啊 就是一个疯人 人如其名 还我吧 我劝你离他远一点 我看了好几次啊 他都在你健身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这是要害你呢 对对对 这个人特麻烦啊 老师打给我没完没了 一定要跟我说到心里扭曲的事情 我怎么帮他解决 就是啊 你怎么帮他解决啊 而且你也知道的嘛 运动的时候打电话的话 会影响健身的质量 如果你这身漂亮的肌肉 因为打电话掉没了的话 那我会很伤心的 以后接电话的时候 都会想想我 喂 喂 我可以挂了 那我去换衣服了 一会儿见 好 好 先生 杨教练正在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女生不怕有肌肉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女生 女生不怕有肌肉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女生 因为追求这瘦 是低层次的 减少体质 增加力量 才是女生 嗯 其实我之前 变过舞蹈 老师之前还说 最喜欢的就是我这胳膊 说这叫天鹅臂 但是我发现这天鹅臂 用在健身上 不是很行啊 行啊 你看这曲线 有点肌肉会更好看 还有我这腰啊 也比以前粗了好多 我现在真的是胖了 以前身材好的时候 老是被男孩子夸 现在真的胖都不行 哪胖了 挺完美的 我想起来了 我给你带了礼物 杨教练 你等我一下 我给你拿啊